字幕提供正面 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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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Hello 歡迎來到這集的球迷經典50強 九位料不要經常問什麼時候 很多朋友經常問 有時我直球遇過一個朋友 見到我 我很喜歡看你們的球迷經典五十強 2022年 第一個周末 錄影時間是第一個周末 1月8日第二個 你們說那麼久 就整個二年頭 什麼叫做巨軒 二年球迷直播室巨軒 球迷經典五十強 有主持陣容 弟弟我Gary 還有Patrick 今季雖然比較少合作 不過我們今年 球迷經典五十強 先來第一炮 第一炮講些什麼 其實我們球迷經典五十強 之前已經有什麼類型的 topic 球星球員國家隊 飯骨仔 中神 都說了 有些什麼 你怎麼想的 topic 想得很辛苦 你們經常說 做些什麼 不如說這些 這些 這些 大哥 不是說說說說 要做功課 這次就說 Patrick 你的inspiration 來自哪裏 因為來自一個球員 早機開Live 有些人說 以前打Winning Fever的妖人 有一個特別厲害的 左腳特別厲害的 我們不說誰 這集是其中一個主角 壓軸主角 我們不說誰 他經常聽得多 我們看了 傳聖時間很厲害 不過傳聖時間比較短 但其實他開打的時候 都很年輕 不可以說當單 甚至是年輕 這個球員很可惜 所以我們今天就 inspiration了 就是講你的topic 早熟早餐 早熟早餐 早熟早餐的球星 今天我們數幾個 經典的球星 很早成名 但很快收皮 我們之前有一個 差不多的topic 但就是 恩雙提早退役 那個 戴絲娜 戴絲娜 偉西迪 雲巴士頓 那些 但今天 早熟早餐 未必是因為 傷患修列 可能那些球員 到三十多歲才掛開 但問題 他的傳聖時期 可能到二十多歲就沒有了 我們怎麼畫這條界線 為之早熟早餐呢 我們談過就是 用二十六歲 因為二十六歲 是一個球員正常的 黃金年齡開始的 如果二十六歲 到那裡已經沒有進步 甚至乎走下坡 那就為之早熟早餐了 好啊 我們一聽到早熟早餐 有很多例子 那時候 那一定有誰 哇 佐治貝斯 奧雲 奧雲仔 也是 還有荷蘭也有很多 沒錯 古華特 嚴格來說奧華馬斯 也算是 也算是 也不是很大的年紀 古華特 我們之前說過 荷蘭球星 因為很快 他已經離開巴塞 離開大球會 但是這個 荷蘭球員 當時過了水的通病 列斯加也算是 補加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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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加迪就有點傷 加上自己的性格 但是他不算球星 他只是扭慢的後備 我們之前說的 當然是最佳例子 一想就想起 但之前說過 就自己看之前的節目 我們沒理由再翻炒 沒錯 其實《球迷經典50強》 這裏說一點點題 如果以playlist 來算的話 是點擊率最高的 人們一聽 就像打著機 聽完這一集到下一集 就是沿著playlist 這樣聽 反而有時直播室 或者是Live 大家會逐條逐條按進去 或者喜歡看題目 但是昨天經典50強 由第10集開始聽 然後是11 12 13 所以今集就是 早熟早殘的球星 好了 我們來第一個 第一個 第一個 來自哪個 意大利 Italia 意大利 很少早熟早殘 每個都打到40歲 都還在踢 甚至有些可能是大喜晚城 有些是大喜晚城 有些是 東尼 有些現在還在拍驗 還在打球 那個永遠年輕 永遠都是未來新星 意大利哪有人早熟早殘 這樣說 意大利 以前曾經在90年代初 有一個就是 你想想當時意大利 二甲 你想起哪一隊球隊 橫掃的話 如果是90年代初 當然是A.C.米蘭 A.C.米蘭 無論由沙基開支打也好 或者卡比路打也好 那條這樣的防戰 再加上荷蘭三劍俠 在前面 基本上還數不知 意甲在歐洲 那期A.C.米蘭 無敵士最寂寞 是的 但意大利一直被人的感覺 雖然說 防守 防守為主 以前就算有些人 當然戰術數量非常好 但有些人可能喜歡看進攻 就覺得很悶 但又不要這麼說 就算如果以90年代初 那時候 雖然防守厲害 但其實意大利一向都出了不少很有才華 進攻球員 沒錯 雖然通常以甲的球隊 你剛才說比較防守 但進攻的那些人 要不就厲害到瘋 一個人就打破人家整條防線 我們之前說過的巴治奧 巴治奧 是那種 意大利的金銅全都是這樣 文仙尼也是 文仙尼也是 文仙尼也是意大利 很有才華的進攻球員 但是 A.C.米蘭的進攻 不是靠巴士頓 沙維斯域 那些嗎 在90年代初 那時候還有外援政策 每隊只有三個外援 何謂外援 不是現在 現在是歐盟條例 以前不是 你不是意大利就是外援 哪怕你旁邊的瑞士 都是外援 這麼正式 對呀 所以荷蘭那三個已經是外援 那時候對外援的要求很高 當然 所以為什麼說小型世界盃 不是阿豬阿狗都可以進來 你是有料才可以 所以 因為這個政策之下 亦是保護意大利的本土球員 沒錯 令他們年輕的球員 都可以有機會上陣 所以A.C.米蘭除了靠荷蘭三甲之外 那你也要保護一些本土球員 這個就是香港足球都面對的問題 你保護我 你有外援政策 但是你要確保本土的抽 是真是有料到 很厲害 要起碼不要差過那班外援這麼多 你才可以這樣玩 那義大利有些保證 那時候的義大利 那時候的義大利 有些保證 沒錯 歌水 這個來自A.C.米蘭的球員 這樣說 他不是在A.C.米蘭成名的 他叫拖年奧球員成名 他1969年出生 他去A.C.米蘭的時候 就是1992年 1992年去A.C.米蘭 即23歲 哇 真棒 23歲 去A.C.米蘭的時候 是破當時世界紀錄的 1300萬磅 那個年代1300萬磅 舒利亞也是三年之後 多兩百萬磅 沒錯 原來是這個球員 但是那時候他來自拖年奧 聽說拖年奧都是都齡阿爾 說A.C.米蘭93年簽他的時候 都齡一哥 祖雲達斯都要跟A.C.米蘭咬手瓜 當然啦 搶輸了 當然啦 如果你是刀寧出身的 你也不要一直留在刀寧 正常來說 如家彩你也傻 有馬鈴不同 說一下這個球員 要不要開估 叫藍天尼 藍天尼 什麼人 為什麼好像不太認識 藍天尼是69年出生 其實他一開始 至少已經進入了拖年奧的青年軍 其實青年軍已經很有天分 已經被譽為那時候 拖年奧說 這個是球隊未來 所以十七歲就出道了 其實他曾經都愛借過一些 粵球隊 一兩季去磨練一下 但是回去之後 剛好那時候 拖年奧 就降了一班 在議員 就降了一班 OK的全部都走光了 重點會和你什麼 反過來 對年星球員來說 其實是一個好事 上位機會 收回來幾用 然後藍天尼立刻 哇 在那22場聯賽入了六球 以一個年星球員來說 他踢易鋒 他不是前鋒 是易鋒 如果易鋒 22場入六球很好 十幾歲 十幾歲 十七歲 是不是相當不錯 還有那時候 跟陣中的一個巴西前鋒 叫梅拿 就是踢過世界盃 90年世界盃 就合力幫球隊拿了二月的冠軍 聖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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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聖班上義甲的時候 藍天尼和梅拿 就是剛好在和馬收購的 和馬五英之一 中場華斯基斯 之前我們經典也有提過 黃馬升分 提過黃馬五英 組成了進攻組合 聖班第一季 拿了二甲第五名 哇 聖班馬拿第五名 就是今季 駱惠治拿第五名 可能比駱惠治還好 駱惠治拿第五名 可能是奔福特 是不懂的 奔福特 還不懂 奔福特第五名 這個是90年代版麥搬舞 是呀 藍天尼 是呀 第五名 可以第二季 可以進入歐洲出去杯踢 踢歐洲賽 十幾歲已經 二月冠軍 升班之後 第五名 要踢歐洲賽 沒有了 一定是被駱惠治 之後那季 他更加是奔令了他的角色 進攻的角色 旁邊有華斯基斯 還有那位新加盟的 比利時的領個天才中神 史詩庫 哇 鎖匙人 是啊 那他這個進攻阻力更加 那時候 拖連奴 可以說是 衣甲的一個所謂清傳 為什麼 因為衣甲很多防守 現在拖連奴算是一個 大踢進攻足球的球隊 不得了 聖班馬又踢進攻足球 是的 除了第一季拿第五 之後我們更加拿了貴軍 哇 第三 聽說他在防守很強的衣甲裡面 入球和失球都非常高 是啊 試過整季攻入58球 是一個進攻火力很厲害的 你想想現在的亞特蘭大 現在的亞特蘭大 當然是 當然是 是啊 打拖連奴打得這麼厲害 還拿了貴軍 除了拿貴軍之外 還要殺入歐洲出現冠軍決賽 這麼嚴重 是啊 還說是聖班馬 是啊 但是對著亞特蘭大 都不是輸的 只不過最終因為那時候有作客入球 哎呀 緊緊拿亞特蘭大 很瘋 是啊 很瘋啊 放在今屆的話 沒有計作客入球 是啊 這麼貴還可以贏 哇 很厲害 這個蘭天尼都 雖然旁邊的球星 都是當時已經成了名 史師傅94世界盃 在比利時都出了名 史師傅 86年世界盃 第一年踢 已經成了名的天才新式 是啊 那些人真是不得了 是啊 那一季是球會 自從70年代之後 最好的成績 那一季 那就是二十年來最好的成績 但是拖廉奴這些是中小型球 所以就是一個紅猴子 包括你隔壁的襯家 祖雲達斯 走到鎖雲子 查帕東尼可能跟菇臣說 這個我媽 不讓我買 我去拜人 碎碎的時候沒有電話門 哈哈 最後他就爭輸了 對 最終是怎樣 其實那時候搶了他 除了中文達斯 還有米蘭相紅 包括國米 國米也搶了 這麼難搞 所以那時候 南天尼只有23歲 就已經破世界紀錄的 1300萬磅 加上AC米蘭 不得了 真的如虎添翼 那時候AC米蘭 那時候是卡比羅教的 最前面當然是 雲巴士頓 沒錯 他的拍檔通常 一是馬歇路 另一個後備 斯夢尼 對 這樣 後一點 最終是 古列治 當然是 口上古列治 加上一些工兵 例如阿伯天尼 尼卡特 那些 一抽 但你別理 那時候AC米蘭 真的是還數 很瘋 你說什麼夢幾 夢幾 巴翠 你看那時候 就等於AC米蘭 這麼瘋 AC米蘭 就靠防守 完全一定是靠防守 贏打賽4比0 當時AC米蘭 雖然靠防守 起家 但其實進攻球員 全部都是獨當一面 還有球星級 小世界盃裏面 無敵是最寂寞的AC米蘭 進攻球員一定是最頂級的 是啊 現在這個 爛天尼加盟 很大挑戰 來到AC米蘭 這樣就如虎添翼 那時候AC 無記錯 那時候92年來到 就準備 他們在衝擊 是計算 他們在80年代 拿完歐冠軍 之後 衝擊另一個歐冠軍 是的 所以 這個時候 蘭天尼來到 可以說 是被卡比露 視為一個重要棋子 可以說是 當時已經是卡比露 對 卡比露形容他是什麼 他來到之後 形容這個 他是集速度 技術 力量於一身 是意大利真正的天才 是真正的天才的改名 卡比露也很難搞的 他也很明顯 如果你是天才不以形容 這個才是the real one real talent 真的不得了 因為他踢易峰 更加卡比露視為 因為那時候 易峰是誰 鄧立東尼 他視為鄧立東尼的接班人 頭號接班人 那時候鄧立東尼已經差不多30歲 三年已經29歲 所以都是踢易峰 你過了30歲 就開始跌了 所以就視乎 哇 藍天尼來到一定可以 他覺得他比鄧立東尼更有侵略性 9293求貴 藍天尼都得到重用 說真的 他剛來到始終是年輕 而且你知道A.C.M.說 你拖年來都玩了 A.C.M.說 You are who are you 千山萬磅 so what 你看上面這麼多 big brother 鄧立東來 還有波班 那時候來到波班 沙維斯域 又是易峰 還有伊雲尼 伊雲尼 伊雲尼是誰 現在有沒有看歐國盃 歐國盃 站在文仙尼旁邊的座教 就是伊雲尼 是一個前二大國的 那麼多人在 蘭天尼雖然有些上陰機會 但不是必然正選 但是呢 聯賽都上陰了30場 連續續上陰了30場 入了7球 算是這樣的 絕對不差 計算各項賽事 他應該整季入了8球 都不錯 既然入了7球 還拿了聯賽冠軍 幫球隊成功衛免 還要殺入歐冠杯決賽 最終可惜輸了給馬賽 當然馬賽那一場之後 也被磁奪冠軍 因為是假波事件 但是還沒退到 磁奪了 那一屆是元兇 不關於斯曼時的 沒有推出去 所以伊雲尼雖然是拿到冠軍 但是這樣的成績 其實大家應該覺得 難怪沒有入錯課 當初質疑的人 就是完全失敗了 沒錯 聯賽又做到事 這個球隊的教練 給他的評價這麼高 又真是捧到一杯 所以9293球季 藍天尼可以說 成功著陸做AC米蘭 我們轉一轉 在球會有成績 在國家隊那裡 其實在拼出名堂之後 藍天尼在1991年 已經入選了國家隊 那時候沙基教 沙基教的國家隊 就已經召入了藍天尼 其實是秘首重用的 那時候 因為巴治奧 巴治奧跟沙基還不不和 那時候還是很靠巴治奧 巴治奧進攻中場 藍天尼又逆風 兩個都被笑 意大利接下來的風扇 一定是靠這兩個 前面馬沙路擺 卡薩拉記 那些 那些 甚至乎 在94世界盃的外圍賽 藍天尼開頭是成為主力 之後可以說 更加被視為 如果球會出線 一定是藍天尼功勞 這麼厲害 是啊 因為當時 你踢到93年 去到AC萬人頭一季 那時候 外圍賽已經踢到 超過一半 成績都還在爭吵 是可以的 只不過之後那段時間 他就不能出場了 為什麼呢 就是這個問題 令到他的事業 停在那裡 就是因為93年暑假 一場車禍 8月一場車禍 改變了一生 可以說是 93年的8月 那時候就是季前的集訓 完成了一場季前的熱身賽之後 藍天尼就在熱蘭開車回家 那時候就是很漂亮的跑車 因為超速發生了車禍 據報呢 那時候的車速 高達每小時200k 哇 你想想 你現在坐小車輛 80k 你都已經覺得 要駕駛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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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駛 哇 這樣很嚴重 炒車 你知不知那單車禍炒車是怎樣呢 令到他的頭顎骨骨折 眼睛也嚴重受損 還要說是有 有眼睛的風險 還要足足分為24小時 哇 那也真的很嚴重 對這個運動員來說 在這次車禍之後 藍天尼就算你治好 這些都一定有後遺症 對 因為後遺症 原來有些失憶 還有有些蒙 視力模糊 一定 其實看得翻已經算好了 而且無緣無故會暈 會的 所以 可能有些少 可能突然會流鼻水 或者流鼻血 甚至那些 哎呀 傷了頭 哇 真的撿回一條命 算是這樣的 那你不要說復出 撿回一條命 你這樣昏迷了24小時 哎呀 上一季聽得這麼好 突然間一單車禍 搞到自己 24歲的時候 1993年的8月 他1969年出生 其實很多人看好他 可能過多兩年 應該是歐洲足球先生 可能是他拿的 挑戰一下 絕對有機會 這次的車禍 令到他 基本上整個9394球季 差不多整個季都上出了 到完結 差不多最後一兩週 才要復出 但是 自此之後 之前的狀態 速度 身體質素 爆發力 全部都沒有了 怪什麼 剛才說的後遺症跟著 是啊 變成一個質素 超級平庸的球員 可以說 哇 就是突然之間 一場車禍 一聲就掉下去 哇 真是早熟悶殘 所以之後 就算 AC問人家說 之後拿了什麼歐聯 聯賽冠軍 對他來說 已經不關他的事了 是吧 就是很難說 9394球季 就是拿了歐聯冠軍 就是4比0贏巴 錯了 又贏了 拿了聯賽冠軍 那又怎樣 下一年 以甲也是 下一年 再下一年 應該95 就是AC 但就不關他的事了 他都大部分時間 在後避 因為自此之後 就已經是大後避 變成了 那時對法律通 有份來香港 因為那時對法律通 巴茲奧有份來 他也有份來 因為那段時間 除了巴茲奧之外 因為96年 入選歐國盃 巴茲奧沒有份入選 所以阿巴茲奧沒有來 所以就是大後避的那班 包括蘭天尼 哎呀 真可憐 結果蘭天尼 在AC米蘭度過如下 三個球櫃之後 也離開AC米蘭 那你啦 AC米蘭都出不了 你更加不保置入選 雖然那時候 沙基很想快點復出 但回去復出 看到這樣的情況 搞不定 沒有計算 Sorry 其實我也還有一個Solar 那些幫你不到 我幫你不到 我用鄧立東來算 對了 本身是鄧立東來接班 但是當 因為他93年8月發生了車禍之後 無論是AC米蘭還是 郭家隊 都是說 白頭佬你出來吧 都是鄧立東來算 所以變成 為什麼會是巴茲奧的一人神話 就是這樣 也不是一個很 非常頂級的 特朗東來算是 有錢質 天才 但是天才 如果當你變成平庸的時候 你就真是Sorry 好了 之後就去到96年 其實去到96年 已經是一路坐坐 到96年約滿 大哥 都不能經常續約 被放棄 他去了 那時候以及中下游球隊 阿特蘭大 可能相對地 因為他去了小球會 阿力小一點 當然 他踢不到以前的拖連盧 他剛剛去到AC的水準 但是 又有氣息 平庸之中 也算是好一點 當作正選踢 對 三十一場 有四球也算是這樣的 幫球隊 只不過可惜 當你踢得好 你又開始覺得 心紅了 以為自己踢得好 之後那季 沒有拖連盧 又才回來 對 但是問題 他又踢不到水準 唉 慘 心紅了之後又踢不回 所以就斷斷逐止 可以去一些 意願 甚至乎意秉的浮沉 對 足球生涯結果 無色無色地 最終 在地區球隊 對 對 一一年就完結了 就是這樣 蘭天妮其實 有一點印象 還有看回他的片段 他這個逆風的球員 是一個進攻非常全賽的球員 剛才卡比魯說他強壯技術好 速度很高 還有一件事就是雙槍 雙槍 還有一件事我最記得是 他突破 他突破之後 那個變速 他就靠變速那一刻 你做後衛很難跟著 對 亦都有入球的能力 是 非常全面的進攻球員 其實他也算是蠻英俊的 對 還可以的 典型二老那些 所以這個蘭天妮真的很可惜 還要協助曾經的世界轉會紀錄保持者 有些意大利球迷覺得 如果蘭天妮沒有傷募病 踢到九四十一杯 如果他不只是過大鞭子巴士戶 意大利 分分鐘真的拿去管理都不足為奇 哇 這個真的很難說 不過 我可以證明 意大利的上下 都非常看好這個蘭天妮 但就是因為一場車禍 令到高峰 由二十四歲開始直線位 不要以為現在屬於高峰 一夜間就可以把你打回來犯奸 沒錯 當然是 所以不要爬文爬武 有風洗盡你 這段時間你就去高級場所生日會 去那一陣子要坐牢 隔離隔離 所以我們第一個就是曾經的神童 意大利的蘭天妮 早熟早殘的球星 到下一個了 下一個也算是義甲成名 算不算是義甲成名 他又不是說義甲成名 應該是成了名之後就去了義甲 開頭還可以 之後就慢慢倒閉了 剛才我們說的水位 大約25、6歲已經逐漸遠離了 這個人應該是一些U21的歐洲國家盃拿了冠軍成名 是啦 幫這個前蘇聯 是吧 蘇聯 大家也知道蘇聯未解體的時候 曾經出產過很多很優秀的球員 特別在那個時候的主帥 盧班洛夫司機帶領之下 用這個機庫實驗 擺在國家隊上 是成功的集機動 紀律於一身 沒錯 鐵幕國家 我們之前介紹過 盧班洛夫司機 只要大家今時今日想起 你將所有黑羅地亞 烏克蘭 俄羅斯 蔡越 你之前做過一集蘇聯 即是烏克蘭 俄羅斯 加魯吉亞 你將最好球員全部放回同一個國家 就是蘇聯 如果前面就是右邊野莫蘭高 這麼嚴重嗎 野莫蘭高 現在的烏克蘭都不是特別 最前面是耶林翔克 耶林翔克拍過什麼 蘇巴 哈哈哈哈哈哈 但是以前不是的 可能我真的隨時不知道 檢察司機右邊 不知道在哪裡拔出來 這個人叫莫斯道 整個摩迪 是啊 然後說這個檢察司機這麼快 非常厲害 前蘇聯 拿了1990年U21的歐洲國家杯冠軍 還有88年的奧運 漢城奧運金牌 很瘋 那時候蘇聯 出產過不少 有一陣 蘇聯臨解體前 其實出產過一陣 八十年代尾 九十年代頭 有一陣冒起的年青球員 不要說原申請 年青球員 是擔到大旗的 包括現在說這個 都可以先開個估 沙林莫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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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班 莫斯道和那些 沙林莫夫 沙林莫夫 都是那陣 沙林莫夫 沙林莫夫也是那陣 沙林莫夫 那時候被盧班洛夫司機 被形容為最不可多得的全能中場 全能中場 基本上他有踢翼也可以 中場做教砲也可以 甚至乎做過Boss to Boss 尤德 那時候真的全能 不得了 法國的費蘭特斯 你可以這樣說 或者更加全面 但他入球能力都不差 不差的 你看回他 他在八六至九一 在莫斯科斯巴達 九十五場入了二十球 中場球員都這樣 很貴 九十五場入二十球 是啊 中場 中場 那你還要撇除 可能頭一年 那些是青年軍 頭一兩年 不是出得多 真正可能只有三至四季 每季都入六七球 算是這樣的吧 這些俄俄羅斯 那些蘇聯聯賽水平 不夠高 不行不行 蘇聯聯賽水平 很厲害 當時他去了一些再高水平 這樣說 他那時候 你說是 就在莫斯科斯巴達的成名 那時候 其實他就 在八六年 第一次出道 那時候 莫斯科斯巴達有什麼人呢 就是國家隊的 隊長兼 被譽為耶薪之後的 罪姦媛將 大沙夫 即是被雲不少 凹臭那個 那時候大沙夫 打傷上陣 很難說 那波算 而且很漂亮 什麼人都救不了 你講到剛才那個 他的青年軍 從小玩到大的 莫斯托和 從小玩到大的 是巴打來的 對 是巴打來的 那時候他跟莫斯托和一起 就冒起 成為中場主力 即是莫斯托和負責進攻 他又負責做 駁腳 明顯的 你上吧巴打 我鬥著他在後面 或者巴打 回來沒上到 就是他在後上 那些 成為莫斯科斯巴達的主力 更加是89年的時候 幫莫斯科斯巴達的主力 拿了蘇聯頂級聯賽冠軍 那時候 開始就覺得 喂 有些了道 加上莫斯科斯巴達的主力 你知道蘇聯球隊 都是歐洲賽的 在歐洲賽有空 雖然他不是冠軍 但是因為 有些表現 你要贏他很難 一直咬著咬著你 就開始了 歐洲賽已經心心眼了 只不過是外於蘇聯的國策 還未開放 你想出外賺食嗎 等下吧 申請吧 看看幹部批不批 就浪費氣了 好了 去到什麼呢 那時候 至於 真正可以成名 就是U21 和世青杯的時間 而且 因為一直冒起 他很快就入了國家隊 真的 大約20歲 20歲左右 已經成為國家隊的主力 蘇聯國家隊 90年 他有份入選 世界杯大軍 嘩 是啊 他入選了 但是 雖然 他沒有份出場 但是蘇聯 因為 88年 歐國杯亞軍 88年 漢城奧運金牌 然後又拿了U21的冠軍 喂 這班人就是現在世界杯的骨幹 喂 不是奪標 原本也是黑馬吧 這屆修聯 有辦法 這屆修聯 可惜第一場球 就是因為一個問題說12馬 下半場 一個問題說12馬 就輸了給羅馬尼亞 第二場 第二場 可以贏 第二場 對於衛冕阿根廷 對 沙南茂夫 正選 踢得不錯 但對面有馬勒當拿 你知道那場是甚麼嗎 又一次上帝之手 多不是入球 是護空門 對 現在開始沒有BR 對 剛才我說沒有 對 慢的看到 兜後兜面拍出來 又是你的手 又是你的手 對 那一場 蘇聯輸於0比2 兩戰皆不提 要出局 雖然 對沙南茂夫之後 那場 有出場 最後一場 對夏密隆 也有入球 但問題贏4比0 但問題已經是 例行公事 沒辦法 蘇聯出局 這一屆也是 沙南茂夫唯一一屆代表蘇聯 世界本日出戰 因為之後是蘇聯解體 對 對 但現在沙南茂夫 只不過是21歲 對 他踢過家隊出席世界盃 有兩場正選21歲 對 都厲害 平暴清雲 好 然後 你剛才說了 蘇聯解體 蘇聯未解體 你又不能出去賺錢 蘇聯解體 那時候是條條大路通羅馬 那時候就是 你打機的那些 三角的那些 一打倒了 那些關卡全部都沒有了 二巴喬夫做得好 對 good job 那又是 那到1991年 那時候 沙南茂夫做了一個重大決定 是什麽 登錄二甲 登錄二甲 就看誰 就看了一個叫霍茲亞球隊 其實是小球會 但都是二甲 二甲 基本上可以登錄 歐洲主流聯賽 那時候也除了他 還有一堆隊友 這個射手 高利雲諾夫 就是 還有一個 那時候的霍茲亞 還有什麽 還有一個羅馬 又是 美德斯古 第一支 踢過霍茲亞 前修 也是前修 後期去前修 即是球員生涯後期 他就踢過霍茲亞 那時候 那時候帶霍茲亞 是誰呢 就是一個叫斯文的教練 捷克露稅 原來是他 對 崇尚進攻 後來又帶羅馬 等到大會 又是那些有錢武後 你們現在覺得 加斯帕蓮來很瘋 這傢伙更瘋 長長424都可以 比以沙的朋友 那時候霍茲亞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射手 是洩露尼 是洩露尼 這麽厲害 還加上斯文 小球會 前面入魂家 後面輸 很多次都是 都是的 高利雲諾夫 都是二甲 大家看慣了 90年代的時候 都是前鋒 蘇聯的 80年代尾 那些 頭一季來到之後 其實是有驚喜表現的 特別是沙林莫夫 拍著高利雲諾夫 那些 那些 再加上剛才所說的 斯諾尼亞 那些 之後去了廢倫 有一個前鋒叫拜安勞 又去過打比棍那個 那個矮仔 又是 那麽多前鋒 怎能出得完 真是不得了 其實那時候 令到這一支 真的好像 變成現在亞特蘭大 那樣 沙林莫夫 作為中場 登陸二甲第一季 入了九球 那時候二甲 還要 中場 可以入九球 那時候二甲 你想想 防守得多厲害 沒有記錯的話 翻查資料 他在登陸霍治亞 的第一個球櫃 已經入選了 當地的兩份 大的報紙 全季最佳陣容 正選 很厲害 所以這個沙林莫夫 又可以後上入球 以及全面的中場 剛才都提過 那些國家隊教練 都對他 讚不絕口 登陸二甲又這麼成功 都是二十歲頭 然後霍治亞的小球會 能不能留下他 那好吧 踢出成績 當然吸引大會 一對大會就簽了 成功 他們叫國際米蘭 九二九三年 九二年的夏天 就轉到國際米蘭 那時候國際米蘭 是什麼人呢 就是 蘇沙 蘇沙 心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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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人心馬 有個彭泉夫 有個男士拉夫的射手 馬其頓 馬其頓 當初的國寶 也是彭泉夫 加上沙林莫夫 就想到國米 這條國米有很多東西 但很壞不壞 你知道國米永遠都是球星墳墓 那段時間是國米 除了當麒麟市民離開之後 那段時間的國米已經是球星墳墓 彭盛盟去到 入不了球 由於當年孫夫真哥去了車仔一樣 心眼看了半季 撐不住了 回德國 我回當夢特 拜拜 蘇菇先生繼續他自己低頭自己去讀食的風格 雖然這個人入球率是不錯的 但是每個前鋒都拍不到他 沒錯 沙林茂夫就繼續留隊 那一季 國米當然拿不到聯唱冠軍 但是沙林茂夫也算不差 都入九球 都是主力來的 入九球 那時候更加在意大利最佳球員選舉 那一季他拿第二的 嘩 這麼厲害 你看到這個 前蘇聯可以 這個沙林茂夫還要衣甲小球會又可以 大球會又可以 嘩 厲害了 接下來有九四世界盃 接著那季才來 接著那季 國米說 之前的外回不行 沒關係 我現在簽會更有份量的 簽兩個 一個中場 沙林茂夫 我簽一個中場 幫你 他很衝炮的 他很衝炮的 衝客 前面 你有輸送目標 還可以 我還可以 拍金 掃殺毒食 拍金也可以 但好壞不壞呢 因為中場太行 那時候教練 忘記了誰 總之是比較保守的 中間之後要拍攝一個 爛仔型的防衝 沙林茂夫的上陣機會可以限制 好壞不壞呢 帕金就無法拍攝水準 帕金拍攝蘇沙是不行的 蘇沙也是砸下頭自己去的 應該是誰拍攝蘇沙也不行 沒有人拍攝蘇沙是不行的 沙林茂夫的上陣機會越來越少 重要性當然大不如前 還有三個外援的限制 所以為何沙林茂夫 在中黑和帕金來了之後 就減少了出場機會 到了1994年夏天 沙林茂夫就離開了意大利 去了德甲杜伊斯堡 小過人欺事留一隊 雖然贏不了什麼冠軍 但是有個正選 先踢好 先踢好信心 然後1995年去了瑞士 盧加諾 去了半季之後 終於回到意甲 打算第二春 然後是烏甸尼斯 烏甸尼斯的小球會 又被他踢起 踢起之後 就去了勃洛尼亞 聖班馬勃洛尼亞 那時候會撞到巴治奧 沒錯 他在加盟第二季之後 就在巴治奧合作 某程度上 他在中場發揮 就幫到巴治奧 提升回到國一隊 原來似乎這些中型班才適合他發揮 很壞不壞 然後到1998年 沙林莫夫 又轉到二月的拿波里 但是一來雙 越來越多雙 開始越多雙 他總是不可以經常上陣 其實他在那時候 去到波羅尼亞之後 就算跟巴治奧合開始 也越來越多雙 已經不是那時候 那麼期待的沙林莫夫 然後 最嚴重的是 被人驗到服飾金藥 停兩年 大哥 他那時候已經28、29歲 你停兩年 即是沒有了 沒有了 你還要傷了 已經倒了那麼久 所以就在拿波里 就直接退休了 被人驗出服飾金藥之後 如果他的足球生涯 即是去到93年的時候 24歲就可以說他的高峰 但是突然之間就不斷滑落 但是原因是否 只是因為中克搶了他的正選位呢 一來就可能有點傷了 二來就 始終一個俄羅斯球員去到意大利 你說真的要適應他的生活 可能突然去到五光十色的意大利 難免是有點迷失的 不是說他的私不私生活 所以他沒有說他的私生活 是特別大的問題 只不過 始終你去到一個這麼開放的社會 哈哈哈哈 對著人說話都不一樣 大鄉你出城了 真的 去到米蘭真的不一樣 其實93年他也發生過一件大事 在國家隊那方面 首先我們說一下 自從蘇聯解體 他也代表獨聯體出自92歐國盃 當然是有分組出局 但是修羅莫夫也是正選 之後就去到俄羅斯 俄羅斯之後 那時候他是隊長 俄羅斯是隊長 國家隊隊長 他帶著球隊 殺了他的決賽州 但是94年為何沒有他的份 哎呀好像發生了些事 被譽為七君子事件 這件事 我忘記有一集是說過的 我忘記哪一集 我們可以再說一下 話說那時候俄羅斯 入選好像是最後一場外圍賽 對於希臘 那場球再輸了 最後俄羅斯多次名出線 但是好壞不壞呢 那時候就算是 和俄羅斯總的那些官員 就馬上衝進去基議室 指著他不斷罵 見人就罵 說他們踢得不好 那些 好蘇聯共產黨那些 雖然不是解體的 都是那些幹部 都是那些幹部 書記 你輸了有沒有搞錯 怎麼對得起國家 怎麼對得起國家 我們是為難中國 那些 那些 爭取沒有什麼法 踢得不好都要踢你出來 那時候那些球員不斷罵 最主要的是 俄羅斯捉獎 私底下跟那時候沒有記錯 就是 Ribot 簽了一份贊助合約 還要保證 所有球員都會穿 所有Ribot套裝 但問題是 那時候俄羅斯 那時候開始 獨自出去 談贊助 因為那時候開放了 你說開放了 你現在跟我說 比如說 我跟Unblo 沙羅莫夫 跟Ike 那怎麼辦 談不談 但是俄羅斯捉獎的人說 不管我簽了 你一定全部穿上 書記說簽了 簽了 簽了 沒有 不能反對 在挖緊不拒 最主要是他們覺得 那時候 這個教練 沙迪蓮 很明顯 什麼都是YES 又站在捉獎那邊 而那時候 沙迪蓮這個人 他們一向已經不拒絕了很久 因為覺得是無料辦四條 是的 還有那時候 雖然都是我的 雖然咬了看 但那些 Mindset 還是蘇聯的 又打又罵 那些 其實俄羅斯哪個教練 現在那些 甚麼Tennis Stock 站在場面的樣子 又是黨總書記 是的 就算入了球 都不叫他笑的 但是他們很喜歡那個 帶他們來贏U21 那個比索維斯 奧運金牌贏U21 那個教練 那時候 因為他們就 跟俄羅斯總統說 我們一定要去教 然後 有一次 他們在集訓期間 決定 起義 革命起義 那就好 然後就 找一間黑房 真的要找一間黑房 他們那時候說 在酒店 還要不開燈 盡量不要小聲 你想想 真是以前那些 起義的那些 那些 摩斯木馬 那些 十幾個人在開會 開會之後 最好是簡陋到 拿了隨便的 面目指 酒店面目指 大家知道 在那裡簽名 然後簽名 十幾個人就簽名了 俄羅斯 那時候流行的 那時候 有個知道 那時候 沙羅莫夫說 我認識的人 在竹種裡面 是我的朋友 還有我認識的記者 都是朋友 兄弟 幫我搞定 他 搞定了 那時候 開了記者會之後 開了記者會之後 就哭訴 那樣 怎麼被人說 精神虐待 那些 沙羅莫夫 代表國家隊隊長 那麼就說 好了 說完之後 你當俄羅斯那班 是什麼 省又積丹 首先說 沙羅莫夫的訴求 幾大訴求 包括 炒了沙利年 重新任命 比索維斯 做主帥 改善現在的訓練設備 那些裝備 還有就是 解決了現在的贊助合約 其實你聽來好像很合理 那些 但問題對於 俄羅斯說 你現在挑戰我底線 挑戰我權威 替我眼眉 我簽了 有些地方 幾年前的訴求 都很合理 但因為有些人 覺得是挑戰我權威 多合理 我都覺得你不合理 所以 通常這些環境 以今時今日的結果來看 沙羅莫夫應該輸 當然 其實輸得 跟我們面對的技巧是一樣的 好了 當然 正如剛才所說 雖然搞了體 但是一直以來 這麼多年的教育 都是用個招 俄羅斯總 亦非省又的燈 逐個公婆 逐個找人聊天 找了一個名單 逐個找人聊天 他就醒了 找了一個 知道有一個 這傢伙應該是天生二五仔 那個樣子幾次 找了一個叫沙蘭高的人 奧沙蘭高的人 說 世界杯入入五球那個 找了沙蘭高 沙蘭高 不關我事的 我只是覺得有些問題 但是我沒有想過要反的 那些人就是 好啦 我的Webber沒有問題 其實我沒有問題 那些下面很簡單 那些人 最終十幾個人 有些人覺得 就算是他兄弟莫斯圖 某程度上出賣了他 一個回馬槍回去 因為莫斯圖那時候 在賓菲家做得不好 想要靠個世界杯 看看可不可以叫架去其他地方 他贏了 他刺負了 所以他就說 Sorry 兄弟 Sorry 巴打 其實我也有老婆子女 卡賓那些 又是 一個回馬槍 沙蘭莫夫站在那裡 最終 七君子 沙蘭莫夫檢察司機 這個 基里亞哥夫 高利雲諾夫 等等 總之你看到那些 明明應該有 當打時期 為什麼會沒有呢 就是這樣 踢蠻聯 對 就是這樣 沙蘭莫夫就是覺得 企硬 企硬 說不肯就不肯 所以他跟阿檢的司機 就說 我們不踢就不踢 所以一九四四個杯 就沒有沙蘭莫夫份 所以這件事 不知道是不是影響了 他的職業生涯 無論是國家隊 和可能影響了 心情和球會的表現 都開始下滑 所以沙蘭莫夫的早熟早殘 到了二十四歲 就是高峰 但是在國家隊 遇到這些事件 以及在球會方面 也有忠克 真的自從這個 自從他二十五歲之後 九四四個杯 這件事之後 就開始下滑 然後還有 他雖然之後 回到國家隊 之後 沙蘭莫成績不行 被人解僱了 因為負向極權 也會浪費 只是遇到 遇到 沙蘭莫夫做燕仔 入五球那麼威風 之後也沒得到國家隊 還有有傳 沙蘭莫 雖然你做燕仔 雖然你有份上陣 但是整隊幫人孤立了他的 哎呀 真慘 等於莫斯陀和那些 雖然他都覺得自己是自己蠢 做燕仔 但我覺得 沒有你那麼蠢 那也是 我為自己的回馬槍 我也是選擇了 我沒有你那麼蠢 把其他人都放出來 沙蘭莫真是 他小時候看的時候 還說什麼神射手入五球 破紀錄那些 頂你那個廢 原來是蠢人 是燕仔 真的 這些人很蠢 但是之後 沙蘭莫夫雖然加入國家隊 亦都幫國家隊 入了九六歐國盃 血色州 但是九六歐國盃 也知道什麼事 又是分了賽包尾出局 之後九八世界盃 最入不到的 富家賽就輸給意大利 哎呀 那沒有了 之後呢 自此之後 那場的富家賽 輸給意大利之後 沙蘭莫夫從此 就沒有再為國家隊上陣了 噢 所以沙蘭莫夫的轉捩點 就是 在九三年出現了 突然之間 早熟早殘的原因就是這樣 是啊 好了 講完就是沙蘭莫夫 接著我們就去下一個 帶大家回來熟悉一點的英超 嗯 這個球員 初初出來的時候 都還沒有在英超 剛剛出道的時候 那時候 九三年 Sorry 已經是英超 剛剛第一屆 英超初期 第二屆英超 就出來了 是 這個球員呢 初初呢 踢這個球會的時候 嘩 聽他的名字簡直是 魚雷冠耳 一講這對球 就總會扔到這個人的 是 很早成名的 那這樣說 除了他 因為還有他的朋友 還是什麼 都有一些聲味 對 沒錯 他的朋友很有聲味 也很有潛質 大家都熟悉 沒錯 還有呢 他們踢那個球會 當時呢 在英超 都是最頂級的球會 因為 對上一個 以他出道的時候 算是對上一個冠軍 只不過三年前 是啊 九零年 沒有記憶 都是一支鴻門 對 英超來說 沒錯 其中一間最大的球會 但是這個球員 哎呀 這麼好的栽培 又有這麼多的機會 但為什麼都會早熟早殘呢 但是我們一開始會覺得 嘩 早熟早殘有沒有去發現 其實 雖然 大家聽下去 這麼久以來都聽 有什麼早熟早殘呢 但是 我們再看回他的 一些記錄 其實真的千禧之後 你覺得他真的沒有代表作可言 直頭是 是啊 已經慢慢廢歸了 是啊 很多時候都失望 這個球員 二千年之後踢的 無論哪間球會 多數都是失望 沒錯 沒錯 這個球員 就是來自利物浦的 1993年就開始出道 當時他有幾個朋友 有他很帥仔的 這個連立 有很不羈的馬拉文 還有後面很喜歡打機的 詹斯 哈哈哈哈 打鐵拳打 打到自己的手震 打到自己的手震 打到不懂得接高波 都是他的朋友 打機打空頂 是啊 那幾個就 嚴格來說 還有當時 從森林來頭的哥利摩 他是一個前面很殺食的前鋒 他在1993年正式出道 但是 普一出道 已經成為利物浦的寵兒了 是 因為他在前線的入球能力非常厲害 是 他當時 和剛才我們說的四個人 還有spicy boys的稱號 你想想他很有聲美 就是年輕人的偶像 真的 哎呀 不是那幾個 這個字 馬上整件事 整件事 不是啊 Forever cheap 那些人 哎呀 當時他們真的是年輕人的偶像 喂 但他要砍隔離那邊 是啊 隔離那邊 Class of 92 是啊 你咸贏我出列納 其實你困難值差不多 其實不差的 是啊 當然啊 你有傑斯我有密碼難問 都不差 是啊 這個人 我想隔離比較像史高斯 整個人的風格 但是他左腳非常厲害 入球能力非常之好 走位刁鑽 很靈活 沒錯 身材不是很高 但是 當時因為利物浦已經去到 差不多後老鼠年代 桑拿士當時的前線 和後來的伊雲斯 在前線都會重用一些比較新的年輕球員 所以當時就開始老鼠 因為都開始老了 就是一老一亂的組合 老鼠拍著他 然後就跟老鼠學幾年 之後就見狗會了你 沒錯 沒錯 但是之後老鼠離開了 就免費加盟去列斯 1996年 但是這個球員一直都在 利物浦可以說是 由他出道93至97年 四年間 一定是利物浦的前鋒 必然正選 沒錯 你都猜到的 就是這個羅比科娜 科娜 出自利物浦 在這幾季裡的確是入球如麻 而且那時候利物浦的球迷 甚至是叫他利物浦的神 哦 lord 對 說到他這麼厲害 一出道就有正選 又有個資深的老鼠稱住你 老鼠當時也有很多冠軍 他第一季出道第一季 在所有賽事已經入十八球 就是了 神經病 1993年 十八歲 1993年就已經彈了出來 又有老鼠這些資深的 拿過英格蘭聯賽冠軍 當時是英甲的冠軍 有這些歷史的鬥著你 桑拿士都是利物浦一代名將 這個科娜起步 平步青雲還要這麼好 為什麼後來會早熟早殘 先說一下科娜小色的威水屎 1994年有場聯賽到阿仙奴 他用了4分33秒 就已經完成武智器法了 打破當時的英銷紀錄 雖然這個紀錄在15年5月 給你三盾當時的紋理打破了 但是之前的紀錄者 他們想想想 從1994年拖到15年 好像是20幾年 21年了 那他也快的 4分33秒當然快 用一個半場 45分鐘 武智器法都已經快 4分幾中 還有那隊是阿仙奴的隊 你好像那隊是新特蘭的 那隊好像是新特蘭 對手都不一樣 還有另一件事 但是之後他記得96、97 都是另一場 都是對紐卡索 有4變3的 總之這兩季某程度上 是間接令到紐卡索 是拿不到冠軍 都是他都有份的 不得了就是這個科娜 撥下了整隊紐卡索 沒錯啦 真的 其實科娜球場上 那些入球的代表作 入得多 但是他也有很多的事跡 反映出他的人 其實都是懷懷的 還有那個想法也是挺奇怪的 他試過對外華頓的時候 入了球之後 在地上在地上索 那時候 小時候看的時候 就覺得這樣也可以嗎 在幾萬人面前 這樣索都可以嗎 那些先生說不好的 還要你馬上去索 索一條老闆 索一條老闆 那時候他就說 因為 就要 對著愛華頓 被球迷囂 所以 還要走到作客區 那裡 要反擊他們 那些隊友 請他不及了 就好像阿拿道域 被阿拿巴拉著 阿拿巴拉著 都還在說 已經說完了 已經是 哈哈 科娜姐 因為這件事 都曾經罰停賽 以及要罰錢 但是他試過 又對著阿仙奴的比賽 就被斯文 和斯文碰撞完之後 就搏到十二碼 但是他就對著球證 就說不是十二碼 就是逆症逆邪 對 就是逆症逆邪 反過來 車路使的時候也笑過 拿索斯 對面拿索斯是基努 然後被人 罰款和法庭賽 這個有些印象 那時候拿索斯結婚了 是啊 但是拿索斯被人說 他老婆是煙磨 哈哈哈哈 很好笑 真的 天使魔鬼魂合體 這個科娜 但是呢 去到九七年開始 就有個天敵出來了 其實這個所謂天敵 其實是他的隊友 青年軍卸了一個 又是18歲 他18歲的時候 又這麼瘋 現在就做了18歲 18歲左右 又做了18歲 這個年輕人呢 又挺快的 跑得很快 有速度 射射就征戰 叫做奧運 沒錯 因為當時利物浦 還是那些傳統四四二陣式 雖然喉利亞有陣時會打三中堅 但是大部分時間 都一定是雙箭頭 雙箭頭 以前很老套 一定是一個頂得 另一個就刁鑽走 玩到一高一矮 雖然身材不是很高 不過頂上功夫很好 烈道 沒錯 就是那一季簽進來的 烈道 因為科娜那時候 沒有幾個九七九八 季初 開頭出不了 他就迫著 上季季尾 多長出季 多好 這個年輕人奧運 用他 那時候 猶利亞就說 用他 拍著 適合簽罵人烈道 他覺得 這個年輕人走位刁鑽 加上頭錘王在那裏 可以了 二傳 又被奧運把握到機會 你不要說 一個空中霸王烈道 再加一個武器的新星 老鼠仔 老鼠仔 奧運仔 當時我沒有記錯 應該是猶利亞和伊雲斯 還是雙領隊 雙領隊 很奇怪 除了瑞典之外 其實沒有哪一隊 行雙領隊 是OK的 我覺得 那時候因為說 其實為什麼伊雲斯 要被人這樣騎著呢 就是因為 科娜也有份 說他太好人 是啊 伊雲斯太太好人 騎不住那班 Spicy Boys 是啊 烈納又去追求歌星 馬拉文 科娜又頑 每晚都好像 抱到幾點 都還沒回家 那些 是啊 沒錯 但是那邊商 就說阿費Sir 教那個Cast of Nineteen Two 你走進去夜總會捉人 你跟我出來 現在幾點啊 時間了 時間了 時間還回家幹什麼 時間了 時間都是我的人 我都會 對啦 就是很大不同 所以為什麼 喉利亞和伊雲斯 要走這個雙領隊 當時奧運冒起了 但是 科娜呢 仍然都在利物浦的地位 都是很高的 因為他之前 進入很多球 但是過了季 因為傷 季初又傷 季尾又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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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算少了 沒錯 接著 在世界盃打不到 奧運 一戰成名 沒氣了 回到利物浦 好了 利物浦就麻煩了 因為之後 九八九九年 來多見了 就有一個 在里斯特城打起 大見佬 列導也老了 他就簽了 希斯基 又年輕 又速度 又身形 沒錯 是不懂得入球 不要管 奧運懂得入球 就行了 希斯基 好了 希斯基 是穩佔正選的 這個八號仔 隔壁那個究竟是誰 奧運 九號還是十號 對 但是經常 大家 利物浦的球迷 這部分應該有些印象 多數都是奧運仔 因為科蘭的位置很尷尬 到底出你還是奧運 好呢 奧運有速度 你開始越來越多傷 進一步收窄 加上 那時候奧運 感覺上被人有乖乖的感覺 感覺 那時候 可能還未學會 也不奇怪 那就是 他雖然難倒 明成利咒 才會學會 是啊 他完全未明成利咒 那時候他就開始冒氣了 但是科蘭還是被人覺得 你又是前一晚 練習前一晚 你還抱得那麼久 又是跟密碼藍人到處去抱 加上 他跟侯利亞相處也不太好 就不是這麼愉快 最終 基本上他留在這裏 其實都沒什麼意思 是啊 他除了跟侯利亞相處也不太好 他是助教 大家不知記不記得 因為侯利亞 其實之後 Phil Thompson 有去過一段時間 那時候都是心臟病 其實侯利亞 心臟不太好 所以有一段時間 要休養 做完手術休養 那時候就長長 Tonson帶了 他就帶了梅菲出來 但科蘭 跟侯利亞 和Phil Thompson 都是有點磨擦 結果呢 一路去到 0102的球季 那個球季 科蘭 基本上 一定是奧運的後備 之前你還會想一下 有時候可能是希斯基 旁邊的會是科蘭 有時候可能是奧運 但是去到這一季 因為還要成績好 這一季 是拿了歐洲中聯盃 之前那季 就是001年 三冠王 對 對 聯賽杯 追蹤杯 和聚杯 對 所以科蘭在0102的球季 打了半季 離開了利物浦 離開利物浦之後 基本上 由這一刻開始 大家看到的科蘭 已經和之前在利物浦 看初頭出來的科蘭 已經完全不同了 沒有了 已經變得可有可無 對 轉換去列斯聯 12萬磅 那時候列斯聯 都很瘋狂 寶耶 基維爾 維道卡 羅比堅尼 夏迪 加利基尼 活基治 這些 這班 還有領導是誰 奧拉利 奧拉利最認識的是什麼 洗腳抹腳的 他不是買大牌球星的 他總之見到你 英人 大家玩得完 二十多歲 那時候 其實科蘭也不是很老 那時候 2001年也是二十五六歲 那時候 也就是錢 你回去吧 你只是串他去買師傅莊神 還沒計師傅莊神 我都忘記了他 你整個垃圾 還有班比 稍後 因為班比這個時候 應該去到利物浦 應該是 那 科蘭 轉會去列斯聯 其實那時候 列斯聯 是歐聯四強分子 洗腳抹腳 你現在怎麼會知道 那間球會有沒有錢 總之你出錢買我 那我就來 我管你的錢怎麼來 你出錢給我 但是去到列斯聯 其實列斯聯那時候的前鋒 都不是過那麼容易 其實都收了一個暴力自私皮 暴力自私是因為傷 但是本身他在當時的鷹甲 第二級別的聯賽 升班那一季是很厲害的 但是科蘭去到列斯聯之後 因為之前可能有些傷 有些適應的問題 競爭都很大 所以這個下半季裏 他起碼都可以進到12球 保持到差不多兩場 說到他的列斯 他臨走前 都一夜回馬槍 整個喉利亞一夜 他臨走前 直接說是公開炮軍 侯利亞被侯利亞逼走 還要說當地報章 那些小報那些 有影響的報章 你那些傢伙都被侯利亞收賣了 雙所有東西都壓到我 原來是這樣的 權力 原來是這樣的 即是他要為自己證明 不關我的事 所有事情 利物浦那些小報 我現在來到列斯攔開下棍的小報 我就跟你說這些 給你點資料 我現在不用看臉色 就算了 為什麼猴利亞這麼討厭 沒理由 猴利亞的樣子很柔弱 每個人都不喜歡他真奧賴 對 為什麼 人不可以貌相 去到列斯第一季都還可以 23場入12球 但去到第二季都有點傷患的影響 還有列斯開始財政不暈了 因為進不了歐聯 要賣人了 要賣人了 好啦 你又交不了貨 見你趁著 還有些價錢賣走你了 快點 2003年頭 總之六百萬萬人轉會去曼城 一半價半價賣 真是慘 其實他踢曼城的時候 才是最失望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 大家對他仍然有期望 其實列斯開始走下球 只不過 都頂一頂 你都會說 傷了 不行了 但出得來 好像還有些貨交一下 所以覺得 都ok的 但去了曼城之後 真的不斷下滑了 對 一穿起那件 first advice 那件淺藍色波紗 那時候的科娜 可能之前有很多傷患 又私生活 又不太檢點 還有我想當時 他應該開始發展他的房地產事件 在球場上的跑動 慢到少到 他肚腩都越來越大 Florna本身身材已經不是特別好 你矮的話 你稍微有一點肉 你會顯得你肥 難搞到 那時候的Florna 不是說沒有機會 給他有很多正選的想像 當時曼城也未成為河門 不過在球場上的表現 那些粒粒裸裸 就跟當時在利物浦 搭著列納、密碼南文、密卡迪 那群朋友都完全是兩回事 雖然當時的領導友 奇民基金 可能為了幫他 想要簽入他的老友 從皇馬先回來 密碼南文 怎樣大家雷鬥雷 皇馬坐了多久 大家雷鬥雷 不是啊 出來幫到的 喂 可以了 我去朋友又有個朋友 有沒有興趣來入股 那些房地產事業 今晚出來談 慘了 那時候Florna連前隊友 來到都幫不了手 不是啊 我記得那時候 02年世界盃 他有份踢 他有啊 他不是入了球 應該是16強的時候 贏了一隊球三球 丹麥 他入了一球 他應該是沒有記錯 是啊 沒有入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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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備上人 後備上人 抱歉 抱歉 他在大賽沒有入球 他踢了一個國家隊 他只踢過兩個大賽 一個是96的歐國盃 另一個就是一個02年的食日盃 但是兩屆都是後備 是 是 Florna其實那時候已經走下坡 繼續往後踢下去 在曼城裡面 都是無懷 但是呢 又很奇怪 因為之後 他有機會回來 利物浦 是啊 在2006年 2006年初 離開曼城 我都以為 應該都是 要不就去英冠 要不就去美積 或者西亞核金 糟了 2006年才31歲 但是那時候 看得到37歲 那樣的 但是 原來 那時候我看新聞 都覺得 傳錯了 什麼 我騙回禮物浦 很可愛 當時肥斌 我想肥斌 可能想的就是 我剛剛贏了歐聯冠軍 我是時候再進一步 鞏固在球迷的心目中地位 就是怎樣 咦 有個禮物浦之神 有空 不如你過來 反正約滿 我有位給你 雖然你說明 你後面出來打 我約會給你時間 是 結果 31歲之靈 就 以這個 老將 後備的身份 就回來 這個禮物浦 穿這件十一好衣服 真的 好奇怪 你知道那時候 場面掛了一幅 banner嗎 是 Founder Guard11 Welcome back to heaven Welcome back to heaven 是的 他是神 回到天堂 這個 完全是球迷的愛戴 球場上的 那些功� subscriber 普普通通 多數是後備上陣 兩季都入了12球 故階上陣 但當時的利物浦 受到供應 又有 齊拉利特 又有砂比 又算是OK的 還有混合所有賽事 有些人是聯賽盃對低組別那些 其實我覺得這裏也很奇怪 回到利物浦 就算他肯做後備 當時有古字有廢託 有CC有巴路斯 其實的貢獻是很有限的 科娜根本就拍了當時的狀態 拍了這班人 根本完全不入流 廢託我不肯定有 廢託還未到 肯定是巴路斯 CC 基維爾 史密沙 肯定是在這裏 當時以這樣的水平 科娜肯定是不夠班的 所以大多數都是做大後備 到了2007年的夏天 就約滿了 這些形象工程都要有緣的 肥斌的形象工程 還有卡迪夫 英門卡迪夫 其實都是沒什麼了道 之後短暫也踢過過力搬 澳洲也踢過澳籍 這個不坤士蘭 風暴和柏斯光輝 之後一一年又去過泰超 去沉返泰國 蒙通聯 做領導兼球員 咦 廢古老啊 12年2月就正式說去 所以科娜早熟早餐的原因 我自己覺得 首先他私生活不檢點 多傷患 但他的傷患不是一下子打炒他那一隻 拖著拖著拖著 還有其實他出道的年齡 剛剛英超 93年 接著他紅了 老實實是四年 頂到盡到97年 慢慢開始其他的外援進來 利物浦自己也買了越來越好的球員 當時未有錢的時候 你天之嬌子 但當見過世面 有其他強的球員進來 旁邊的蘇娜 帕金 亨利 安力卡 米堡也有拉雲拿尼 小巨人 欺視那 原來科娜的水平 又未必是大家初出道的時候想像這麼高 所以我自己覺得他早熟早殘的原因 其實跟大環境的變遷和進步也有關係 好了 科娜之後我們就押燭了 押燭了 重頭戲 今集的重頭戲 講開這一個 真的是可惜的 剛才說是打機的 如果是真人 也是可惜的 很大期望 很有天分 作為巴西球迷9 更加真的覺得可惜 沒錯 情況有點像他當時有一個隊友 現在在踢土超的星斑馬 但是我覺得他的 這個我們的主角天分比巴神厲害 哦 巴神看看吧 有重疊過的 有重疊過的 但當時巴神就牛奶嘴 他已經走光下坡了 他那時候已經走光下坡了 這個人呢 都不諱然 跟我們同年 你看我們都未去到老頭髮 但如果你給他近照看 給大家看看 你會覺得 蛤 他好像像 阿叔來的 這球 這個人是八二年出生 大家先記住 他就是來自巴西的 但是呢 在巴甲聯賽打了幾年 非常厲害之後 費林明高 打了一季 打了一季 很有潛質 24場入十球之後 已經在2001年 被當時的國際米蘭收購了 千四萬歐元 國際米蘭 雖然是前鋒墓 但是莫拉提 是揭而不捨的 不斷簽前鋒回來的 是啊 總之襲天下兵起於一身 一定是 總之就扔錢 不行 不是買這球是炒教練的 是啊 一定是教練問題 一定是教練問題 我張遂好的料給你 你都不懂 是你的問題 是啊 整個球星在那裡 搞不定都是教練 但他不會想到 大哥 我打算錄個臉而已 不是狗大鬼都要扔下去 哈哈哈哈 扔下去 但是 沒辦法 但是莫拉提很捨得花錢 這個也是其中一個例子 其實莫拉提 1400萬歐元 反映到這個球員的質素是高的 但是其實大家要減少一點水分 因為莫拉提 都是水魚之日 都是水魚 他水魚到自己拿自己的錢出來買 是啊 所以 反過來 他真的很愛自己的球會 是啊 你這麼說 有種愛 有些人 如愛 傻子 傻子 Sorry Sorry 莫拉提 哈哈哈哈 其實國米的球應該都很外大 是 那 佐安豪 01年加盟了 國際米蘭 但是國際米蘭 你也不要開玩笑 說是前鋒墳墓 前鋒出出入入 當時01-02年 大哨 應該還在國際米蘭 01-02年 02年才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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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很多前鋒 列高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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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韋利 韋利 還有 那時候有個什麼 有個非洲前鋒 卡龍 卡龍 有個雲道拿 雲道拿 那時候雲道拿 也叫做 意大利新星 所以莫拉提 賀米才簽他們 是啊 但是也簽了這個前鋒 前鋒回來 但是簽了這個前鋒回來 始終前面 剛才說的聲光響響 所以 在這一季的下半季 就外借他出去 訓練一下 借了他的費倫天拿 入球率都不錯 15場入了6球 以當時 18歲 19歲 的球員來說 在義甲 當時義甲都沒有沒落 你想想 那時候費倫 是快降班 就是破產 是破產 那時候破產邊緣 那時候 但他那個記不記得是誰 是 文仙妮 那時候的教練 鍛鍊一下 文仙妮 那時候 笨人仙妮 那時候也剛剛做教練 是 那你想想 哇 廢倫 這個球員 真的揹起 那時候 差不多破產的廢倫 哇 但是他跟著去那一隊 他才真的揹起 最成名是這一隊 我覺得 不是國米亞都 是柏爾瑪 沒錯 那件 穿著那件 球衣 踢了37場入 23球 哇 瘋了 神經病 那時候柏爾瑪去旁邊 是不是梅道 好像梅道 他也是 那些私生活很不檢驗 超級不檢驗 但是當時羅馬尼亞的前鋒 是OK的 什麼眼鏡蛇魔 眼鏡蛇魔 但是呢 這個前鋒在柏爾瑪 踏著梅道 也是 入球遇碼的 37場入23球 左腳板板聲 其實說到這裏 你一定知道是誰 又踢國米 左腳又板板聲 又是誰 快點開股 就是阿祖安奴 耶 祖熟祖殘 真的 然後柏爾瑪 國際米蘭就回購回去了 你想一下那時候 他這麼驚人的入球率 無論是柏爾瑪 國際米蘭也好 那些球就給他一個打 國王 國王 哇 就是 厲害 國王 那時候 在2004年 也是幫巴西 在美洲國家盃 也是 巴西那場 那一屆賽 就是出了複選 他好像羅賓奴 那些 大小小小的 你們休息一下 你們休息一下 也會 中場的迪亞高 迪亞高 迪亞高 就是德甲 阿里斯 就是鎖的兒子 龍門 還有祖尼歐斯殺 那不是迪達 是的 祖尼歐斯殺 雖然後來我也覺得挺厲害 但是那時候還是迪達 前面就只有阿祖安奴 哇 決賽對阿根廷 真的靠他 臨尾那段時間 那個絕殺 入球迫和 輸去四十二馬 哇 贏了 哇 阿祖安奴 旁邊的羅賓奴都還沒有成名 還在玩幽靈盤球 所以 表現得這麼好 2004年 國際米蘭就回購回來了 沒錯 回到國際米蘭就行了 當時 國際米蘭就開始有什麼前鋒 就輪到伊巴那些來了 那時候還沒有伊巴 那時候國際米蘭應該是 馬田斯 列哥巴肯定在 列哥巴 馬田斯 還有誰呢 忘記了 都是他 阿祖安奴 尾利還有什麼 尾利好像還在 2004年尾利還在 都很誇張 老實說 馬田斯 阿祖安奴 其實是打機很誇張 阿祖安奴 速度99 然後馬田斯 速度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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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班是3K 速度99 速度99 全部都有 厲害 其實回到國際米蘭之後 一開始 阿祖安奴是OK的 入球率是OK的 但是情況就是 在0405球季 即是開始前 那個避戰 那時候已經產生了變化 為什麼呢 因為正當時 阿澤睡 避戰 阿川隆突然收到電話 收完電話之後 哭了 這隊友問什麼事 他說 他老爸得突發性心臟病死了 是的 雖然那一季 其實那一季也很厲害 真的化悲憤為力 整季都降了 28球 還要在意大利杯決賽 梅開爾道幫球隊 拿了冠軍 但是 整個世上 一整個世上 整個世上 當你心理質素不好 整個世上 都會很獨立 亂想事情 通常是 depression 一開始 然後就開始 借酒消愁 借酒消愁 開始借酒消愁 一個人就走入壽場 手跟手 甚至乎 曾經瘋得怎樣 練得多久 他喝酒 別人喝醉他喝酒 可以嗎 還要喝醉到 訓練途中 被送到醫療室 你先休息一下 這麼嚴重 其實是depression 這個是depression 要酒精去 麻醉自己 然後還要約好朋友 一定要約人陪 這些 真可憐 雖然這一季和下一季 去到06年的表現 都還可以 但其實已經開始微微 已經有些下滑 是的 06年的世界盃 對巴西來說 也不是成功的 那一屆世界盃前 大家都覺得 這對巴西 只看陣容 還不是贏了 西哨卡卡 西哨卡卡 前面大哨 亞祖安奴 還有什麼 後面有羅賓奴 還有一對閘 寶都味道的卡富蓉卡路士 還不是屈肌嗎 中堅的奴司奧 奴司奧 奴司奧 奴司奴 那時候還覺得 巴西還沒發力 還沒按鈕 巴西慢熱 幾天 健康餐單收身 雖然第二場 阿Jono入了球 對澳洲 但他入球是甚麼 真的忘了是誰射過去 中柱 只是尼門三馬寶中而已 對啊 整個賽事都是阿Jono 輪輪進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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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 最大的對比是甚麼 一年前 2005年的州制國家杯 就是世界杯前哨戰 就是大家避戰 他那隻真的帶領巴西 那隻左腳怎麼勁呢 就看那屆 真的是白板聲的 05年 05年決賽對阿均廷 贏4比1 就是看他 細少 和卡卡 三個 其實真的很好追 細少 卡卡 祖安奴 三個 那天收制杯也是靠他們三個帶著 然後有很多複選 又是阿力斯亞 阿高那些 牛逼班 是啊 其實這些州制國家杯 為什麼整個巴西其實可以出三隊都可以 但問題是他們場上的表現不行 是啊 在06年的世界杯 巴西沒多想說是八強出局 嘩 輸給法國 那場最恥辱到 巴西一腳中籠的射門都沒有 哎呀 真的很糟糕了 雖然說法國最後是亞軍 差點記錯了 是亞軍 但是巴西一腳中籠的射門都沒有 你這麼多進攻人才 那死不死呢 就是反映出 祖安奴當時的狀態和身形 這個狀態和身形都不是很巔峰 好了 這輛世界杯之後呢 就更深了 更加進一步了 回到國米之後更加放縱自己了 真的自甘墮落了 但卻根本身個人的身形更加年紀 再大一個馬 24歲 你又沒有巔峰 誰人24歲會有巔峰 但是亞組安奴 還要是24歲玩球員 對啊 24歲玩球員會有巔峰 挺從什麼暴飲不宠 即是你肥起來好像朗尼那些 但人家朗尼也很靈活 但朗尼是胖子的 你本身不是的 他還衰弱 喜愛夜蒲 淤酒等 場外紀律問題越來越嚴重 弄得跟球會都不和 雖然說一句 阿莫拉提出了對球員是好的 都頂你不順了 所以到了2007年11月 阿莫拉提出了無薪的方式 即是不出糧的方式 即是球會也不用出糧給你 即是借了錢也不用出糧給他 沒有薪金了 純粹想打包自己 借回去巴甲 就是聖保羅 其實他有嘗試過想什麼的 其實他的心想嘗試過 我也想打起的 想改過的 回到家鄉吧 其實有改善這一季的表現 29場有17球 成為聖保羅的英雄 聖保羅的英雄 聖保羅的英雄 咦 那就行了 真相話 聖保羅的英雄 說我要買他一件恩子科衫 還要入球那麼高 國民看到他這樣 回來了 又是時候了 好 回來了 很糟糕 你怎麼知道有古代服務 當時國際米蘭莫拉提 重新入主球會 這次他聰明了 不買球員 不放那麼多錢買球員 放多點錢在教練上 找了爸爸摩尼奴 可惜這傢伙真的死性不改 場上表現也沒有改善 繼續留練夜店 陸鱼走 甚至是操練就遲到早退 無緣無緣無故無緣無故去犯規 無緣無故去坐對手一下 拿一個紅牌 升降紅牌 甚至之後還需決膳 決籍操練 新型酒癮更加不用說了 喝到大了hand over 怎麼練呢 所以國米在2009年的時候說 沒事了 算了 所以剛好在2009年4月國米就說 你有一個原因是 你為了國家隊踢完國際術回來 未預期回來之後 就算了 輸了沒有解約了 整個季都踢不完解約 那一季 其實摩尼奴第一季 我記得前鋒是很厲害的 應該這麼說 不應該說很厲害 很多人 但是最後表出來的就是大家最不認識的人 因為這季應該是真的有伊巴巴 有伊巴巴 就是這季之後才去巴塞 對 哥利斯馬 我不肯定是否這一季就來 然後當時還有大米 米烈圖 然後伊道奧是否六季 伊道是交換伊巴巴 對 之後那一季 其實阿祖安勒和巴勒迪里 都是有出場機會 前後腳 對 有出場機會 但是都是因為不可以識字 因為我看過一些國際米烈這兩季的入球 其實阿祖安勒都出現不少的 這些場合裏面 雖然他只是在這季裏面 總共22場入了7球 但是一個大肚腩 又決初 又常常犯規紀律又不好 又私生活不檢點 不理你什麼原因 但是也有22場的出場機會 算是很多 摩連盧 對 差不多沒有放棄過你 摩連盧 也不知道摩拉提已經受了多少壓力 看你會出他 好啦 國米之後沒有了 他就回到巴甲 那你還可以歐洲去哪裡 回到武匯了 法蘭平高 這傢伙是有趣的 硬是死到臨頭 又突然又起起了 不知癡近乎勇 回到武匯了 又逐漸回到射手本式 聯賽30球 十九球 OK啦 幫球隊拿了 闊變了17年以來的第一個巴甲冠軍 廢落明高 原來這麼少巴甲冠軍 應該沒有拿很久了 這次又回到歐洲了 又回到射手本 還回到射手本 羅馬 28歲而已 可能羅馬有多少 你回到射手本也OK的 射手本也熟悉 正如所說 熟悉 連他在哪裴都熟悉的 你也是米蘭 連羅馬也熟悉的 有沒有這麼久以前在羅馬 有錢 去羅馬有多難 所有大城市都無關 結果羅馬真的是失敗中的失敗 所以只有八個月 球隊都解約了 受不了 又是解約 又是解約 八場入零球 阿祖安奴 結果最後在美積 哇 買 麥聯賽 第四級聯賽 嘩 真是慘 在這些地方收山 真是不得了 只要效力了 沒有四句都沒有 哈哈 阿祖安奴是一個 早屬早殘的代表 原因就是 他可能是爸爸離開的傷痛 以及過度中獄 雖然有那個原因 大家明白那個原因 但是 美國人都會走出那個傷痛的陰影 無論是甚麼事都好 遲早都會走出那個傷痛的陰影 但是他就走不出了 也有些情緒病 令到他經常夜泡 喝酒 犯了所有運動員的大忌 所以令到他就是 哇 真是早熟早殘的年紀 正是去到二十六歲 零八年 零八年回國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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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最後整季都未完 就解約了 其實他有天份 有 絕對有天份 如果沒有天份 就算你支持零八年回國 也好 第二季又可以再起 零八年回國 你想想他踢國家隊 48場入27球 入球率是絕對不差的 不差 真的不差 當然 2006年那一年 世界盃巴西的失敗 不可以說下都怪阿佐安奴 你那班老大哥 這麼好玩 大哨啊 小哨啊 卡路士這些色途老馬 只有一個卡卡 11點回房睡覺 以前卡卡被以為 巴西上有一個處男 所以2007年 那個世界足球先生就是卡卡 就是美斯和斯朗 壟斷之前就是卡卡 就是了 哈哈哈哈 你想想個個 大哥 阿佐安奴那時候 對著他們是年輕人 年輕人 他跟羅賓奴 跟著大哥出去玩 是嗎 是嗎 手持玉琳 分不算不用自己埋單 哈哈哈哈 下次先吧 對 要將我的大哨 對 大哨埋單 下次小哨 然後到卡路士 我們一個巡邁又來過 用不著自己埋單 是啊 阿佐安奴 很有足球的問題 非常可惜 完全是達不到大家預期的水準 大家通常都應該是 只有在打Wing的時候 才會把他的前則 完全發揮出來 哈哈哈哈 真的慘 不過我聽你這麼說 05年那屆的 周濟國家杯 可以翻看 好瘋 好瘋 阿佐安奴 他跟世修卡卡 真是 沒可以讀那個 招牌左腳競射掛網 好瘋 賞死人 是沒有什麼坐跑之下 都可以扮下去 是啊 真的神經病 所以最後一個壓軸 就是來自巴西的阿佐安奴 國王 沒錯 我們今天就數了 四個就是祖宿祖殘的例子 我想如果真的要總結的話 其實不算因傷而提早退役 其實他們全部 其實心裏面 都是想了很多 跟足球不是很關心的事情 應該很多事情都是 跟足球無關的 影響到他們 是啊 就是專不專心 冷天尼那個就是 飛車 是啊 他的傷環不是足球而來的 是啊 是因為飛車而來 突然之間成名有錢 有領車 沙林莫夫 就是因為突然間有一個 生活的轉變 生活的轉變 是的 可能國家的權力那方面 也有些影響 科娜就頑皮 也是 阿佐安奴 就是因為老爸的問題 對 老爸的問題 也有些過度中毒 那就是 其實呢 今時今日 為什麼呢 教練或領隊 經常對著球員 都很沒辦法 管還是不管 不管還是管 爸爸又太貼碗 誰又太淋 蘇B又太淋 很難的事情 其實說到尾 都是 你怎樣令一群25個球員 每個人都專心踢球呢 這個是一個領隊或教練 最難做的事情 所以不是說 現在的難力很黑 就很難做 這樣解釋 難的 難的 不是那麼容易的 所以有些人說得對 其實 廢卓爺如果在這個年代 那盒未必可以 不聽你說 那個高壓鐵碗 真的未必可以 是啊 所以就 幾個例子 引以為鑑 借鼓 然後去看今時今日的足球比賽 可能令大家的眼界會闊一點 想到背後一點的原因 OK 昨天經典五十強 今天四個組織組成的例子說完了 記得給個like 以及訂閱昨天的直播室 Facebook的專頁 群組 另外也有Miri 我們也有自己的頻道 小弟就是加利利 All About Football Patrick呢 你介紹 Patrick 樂宇路 沒錯 我們大家也有自己的Miri Group 小弟之足球樂的Miri Group Patrick 樂宇路的Miri Group 大家也可以訂閱我們的頻道 以及加入我們的Miri Group 一起聊天 OK 多謝你支持 我們下次節目 一定有時間再錄下一次節目 沒錯 好嗎 不過要想好主題 很難想 是的 有些提議都可以在下面告訴我們 我知道你們很多 是的 OK 今集時間到這裡差不多 我們下部影片再跟大家見面 拜拜 拜拜